客家人是我国第二大华人方言群体 如果在细分籍贯 他们有和婆 有大埔 有惠州 等等地方的客家人 那说到春节呢 客家人有不少的年菜 包括芋头扣肉 客家咸鸭等等 其中大埔客家人 每逢春节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就是蒜盘子 传统上呢 大埔客家人每逢新年呢 都会把芋泥搓成蒜盘子的形状 吃了呢 就寓意年年有的蒜 期待新的一年 打响蒜盘赚大钱 八点最热报记者 宋万诚王健 陈凯轩特别前往槟城 向一位蒜盘子达人 访问他 向这位前辈呢 了解蒜盘子的制作过程 蒜盘子 大埔客家人 餐桌上的必备年味 外形如其名的蒜盘子 就如一颗颗的蒜盘珠子 来自槟城的田书 不敢称自己为厨师 但对于蒜盘子的制作 可说是得心应手 天刚刚破晓 巴沙已经涌现人潮 现在我是来买蒜盘子的材料 顶着一头白发 脸上挂着一双白眉 田书在人群之中 外形可说是特别引人注目 买完所需材料后 田书正式开工 做蒜盘子的材料有 芋头 香菇 油益西 木薯粉 猪肉碎 黑酱油 鱼露 蚝油 鲍鱼汁 黑胡椒 田书先藏最重要的芋头下手 切片的时候最好不要太厚 所以大概要最少都要35分钟 芋头蒸到熟透后就开始蒜盘子制作的重头戏 打铁趁热的田书马上将热腾腾的芋头和木薯粉混合搅拌 冷掉了就很难拆 拆不成 刚刚吹出来的芋头很热嘛 现在我们又用这个木棍才来压扁它 过了大概5分钟 现在我们再下手去拆 因为我们的手不是贴沙掌 拆久一点弹性会更加好 最好10分钟 芋头也是很麻烦 它有些是会硬 硬了我们都不要 做的时候看得到就拿出来 要把还有温度的芋泥搓足10分钟 年近70岁的田书如此美丽 真教年轻后辈们自坦不如啊 在昂哥里面手上 习惯了 但是现在年纪有的还是会比较差一点 就是不简单 尤其是年轻人 他不做 辛苦 在田书的桥手下 芋泥被搓成圆形后轻轻按一下 名符其时的蒜盘子就成型了 搓了将近一个小时 田书才将蒜盘子倒入滚水里煮熟 田书事先分开翻炒其他配料 那样配料最主要是油一溪 油一溪它的香味就在这里 炒这三种料要提早一天炒 然后再把熟透的蒜盘子倒入锅内 放入调味料 再加入刚才炒好的配料翻炒 就这样 一碗香喷喷的蒜盘子就完成了 身为客家人的田书 对身边习以为常的客家菜 也曾经一窍不通 然而眼看客家菜面临青黄不接 田书在同乡的鼓励下 开始学习制作客家菜 一做便适时多年 如今田书只希望 这份客家人独有的籍贯菜色 不会因此失传 田书的个性是这样 只要保留客家美食 我全部都是100% 密切都讲出来 只是现在目前年纪越来越大了 如果身体还是健康 我还是会做下去 一碗蒜盘子 花了田书十年的光景 却也让客家人 数百年来的传统年威得以传承 在安享退休晚年 田书不安分地拿起了锅铲 搓揉出客家人刻苦耐劳的精神 也翻炒出客家人味蕾的集体回忆 20号党 就是 Final Day 1号双 4号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